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宋慈的是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特别将这部经典的功德回向给全天下的母亲 其实是有更多的一起来宋经的信徒 通过宋慈这部经典更加能够了解到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所以在宋经其实很多人是宋慈是要擦眼泪的 确实父母的重恩我们真的是很难报 佛在几千年前已经是很了解人间的万事 小朋友给妈妈们戴上康乃馨 这个画面永远都是最温馨最可爱的 是是确实是 多谢多谢 我们华言士其实经常都会给大家安排很多贴心的活动 只要您关注的话 特别是我自己的感受 特别是永古法师来了以后 另外还有两位法师 妙宽法师 如中法师 对一起 大家共同就是人多力量大 一起来了以后 真的我们的活动多了很多很多 在那个外面的贴板上 已经贴满满了 这些活动 其实呢 各位只要想说这是一所学校 这一所学校呢 当然它因为学生的程度也不一样 兴趣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规划给学生来学习的课程 就应该要多元化的 是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走出去办一些活动 你看五月一号 我们才刚完成了讲座 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讲座 那天我都没想到 也是将近两百人来 是 是 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讲座中间 会有一些收获 我亲自在现场 我有很深很深的 被撞击的那种痕迹心灵 对 当然每个人会不一样 所以呢 其实经常听这些 多被撞几次的话 我相信我们沉睡的心灵 或者说有一些污垢就会被撞掉 或者沉睡的心灵会被撞醒 每个人会不一样 我们一步一步地跟着永固法师 听听空中佛学院的故事 然后听听佛陀的故事 那我相信一点一点 我们都会慢慢地进步 好 那么下边呢 又是我们空中佛学院的部分了 那有请永固法师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菩萨 大家吉祥 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 就是上一周讲到释迦牟尼佛 佛陀他修行成就 也就是成佛 那成佛之后呢 各位可以想象 佛陀就像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呢 他终于学成了 那他决定要把他所明白的 这个彻底领悟的这些道理呢 他想讲给学生听 那首先他去找学生呢 那么上一次提到 佛陀找到吴比丘 那在佛陀的地址当中 我想今天开始有几次 我跟大家介绍 最有代表性的十大弟子 这十大弟子呢 在佛陀的生团里头 他是起了一个相当 这个影响一个作用 那么大师呢 写了一首 就星云大师 他写过一首祭语 就一首祭语里头 就把十大弟子 他的名号 他的修行的特长 就把他描述进来 我念给大家听这首祭语 各位这样听呢 会以为我是在念咒语 还是怎么样 好像不是很明白哦 其实呢 第一句话讲 摄智 联通 说妇挪 已经形容三位大弟子 前两个字 摄智 摄是指摄立佛 智是说他智慧第一 在佛陀的所有地址当中 就是摄立佛尊者 他的智慧是最为高深 那么让佛陀赞叹他 说地址当中智慧第一 就是摄立佛 那摄立佛尊者 他也常常代替佛陀 去讲课 教学 甚至于呢 佛陀还把最早的沙密 其实是佛陀 他出家修行以前的儿子 叫罗侯罗 罗侯罗是交给 这位摄立佛尊者去教导 那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学问的尊者 他是怎么得度的呢 各位可能会以为说 他的层次那么高 恐怕是要佛陀亲自出马 去接引他吧 但其实不是 去接引他的呢 是一位也是一样 在佛陀弟子当中 修行的叫马圣比丘 是怎么接引的因缘呢 这是摄立佛尊者 他其实出家以前 是很有名的一位学者 在当时来讲 跟着他学习的弟子 都有两三百人 但是他很苦恼 因为不管印度传统 要学习的 他们很有学问的书籍 他都学过了 但他觉得 应该还有什么 是他要学的 还有谁可以教他 他其实蛮苦恼 他没有老师 他不知道 往后自己 怎么再进步 那么有一天 他走到街上去 哎呀 突然看见一个 出来脱波的 一个沙门 一个出家人 那个威仪 很端正 祥和 那种摄受力很强 所以摄立佛尊者 很高兴就觉得 他看到一个典范 一个榜样 他上前去问 说你的老师是谁 为什么你学得这么好 你的老师都跟你讲什么呢 哎呀 他这是那种求知欲 渴望了 想知道 为什么人家可以学那么好 那么当时 马圣比丘 就回答 摄立佛尊者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作如实说 就是说 我的老师 就是佛陀 他常常告诉我们 要用智慧去观照 这个世间 这种因缘生灭的法者 那么 摄立佛当时 听到呢 就感觉好像 看到一道树光 射了进来一样 他非常高兴 他说 哎呀 我终于找到了 我有希望了 我有老师了 不过呢 他要见佛陀之前 他跑回家去 找他一个好朋友 叫沐建莲 各位听可能 有点耳熟 哎呀 这个沐连 旧母的沐连 有没有同一个人 这个就稍后再继续说 那总是呢 他们两位是好朋友 那摄立佛尊者呢 找到了他的好朋友 沐建莲呢 就跟他讲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们终于 有老师 开来教我们了 沐建莲尊者 当然他知道 摄立佛尊者 是多么 眼光很高的 他一定要找一个 就近的老师 他说找到了 那就是最好的老师了 两个人 很高兴 跑到金色 去找佛陀 那么可以讲 就是我提出这一段 就是说 设立佛尊者 他是智慧最高 但他并不是 用智慧去读他 而是一位 马圣比丘 用威仪去射受他 所以讲这一段 我总是提醒 我们学佛的弟子 有的时候 我们用理 就是你理解的 听闻的佛法 去跟人家分享 可以讲去给人 因缘 度化人 但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 行仪端正 其实 身教重于 言教 你不用说 人家自然就觉得 哎呀 学佛的人真好 我也应该去学习 这个是我看 摄立佛尊者的 得度的因缘 我总是要提出来讲 那另外 跟他一起去的是 木建联尊者 那么 两个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木建联尊者呢 我说各位可能对他有印象啊 就木连旧母这段典故 其实木连旧母这个典故 确实是来自 木建联尊者的故事 可以讲稍微改编的 那么木建联尊者 他修行之后呢 成为神通第一 所以我刚刚在讲 这十大弟子的济语啊 设置联通 说妇挪 设立佛智慧第一 联通 联 就是木建联的联 是神通第一 当他证得神通之后呢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用神通 去找寻 他往生的母亲 投胎到哪里去了 那么 以为他在天界 那看不到 那人间看不到 最终他在恶鬼道 找到他的母亲 他当然是非常的心痛 那么他也知道 他的母亲生前 造的业啊 并不好 那么不管是 好吃鱼卵 那一个鱼卵里头 多少卵子 多少生命在里头 或者是说 毁谤三宝 批评等等 不管生业 口业 其实很严重的 所以在恶鬼道里受苦 那么木建联尊者呢 他想要 救度他的母亲 因为到恶鬼道去 是没有食物可以吃 那个受到啊 各位如果看 那个闹饥荒的人 往生以前 是受铃巡的程度 那个喉咙啊 吸到像 针一样的 叫针烟 那腹大呢 鼓起来 像牛腹一样的 针烟牛腹 在形容 这个恶鬼道的众生 那么 木建联尊者用他的波啊 赶快变饮食 拿到他母亲面前 但他这个波的食物 来到他母亲面前 就起火 就被他烧掉了 所以他母亲的夜宝 吃不到食物啊 所以木建联知道 神通敌不过业力 所以赶快回到 佛陀的面前 请求救赎之道 佛陀就告诉他说 你在七月十五 就是 生团结下 安居圆满的时候 你帮你的母亲 去共生吧 共生 用这功德回向 所以木建联尊者 这样照做 终于就 杜托他的母亲 赶得天人的福报 投胎天界 之后啊 中国民间 把这段典故 改编成墨连旧母 他也是其来有志 那么我今天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简单 跟听众朋友们 分享两位尊者的故事 下一次呢 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也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谢谢法师 跟我们分享 佛陀的故事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间 应该每个人都会收到 一些养分 我相信 是 他们的一生 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 你像 设立佛尊者 其实他也是 帮佛陀去建设 金色啊 这些工程的部分 除了讲学 可以讲一个人 有智慧 他其实一里通 百里通 是 帮佛陀 可以讲是佛陀 最好的助教了 是 我突然一下 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现在呢 法师在给我们 很简单的 讲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呢 有心的 还可以到 华元寺的图书馆 去借 释迦牟尼佛传 对 佛陀传呢 那本书是 大师写得非常好 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了 听歌的环节 师傅 您这一次给我 选了一个 什么样的歌 这一次 选的当然还是 来自人间姻缘的 这些创作的 佛教歌曲 那歌池 当然还是 星云大师 作池 这首歌呢 最后一个字 它的歌名 就叫 给 那为什么选 这一首歌 其实呢 因为 接下来的这个 星期六啊 5月14号 对 我们就要到 Downtown的 Complex The Jardin 这个商场 它那个大厅的地方 对 喷水池 那个地方 要去举行的是 佛光山开山 50周年的 影像回顾图像展 但现场除了这么多幅的 珍贵照片展出之外 其实我们还准备一些节目 其中一个节目呢 就是要有我们健康舞蹈班的 老师带领学生 一起 我看他们彩排呢 就是很健康的这种舞步 好像一边做运动 一边在舞蹈 一边就心情很愉快的 这样 就带给大家欢欣 那大家听听看 这一首就叫 给 当然来自于它的意思是 大师教导我们的 是给的精神 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是给的精神 改编了这一首歌 给 好 那我们来欣赏欣赏 给 能懂得给别人最富有 若贪图给自己最贫穷 给自己容易 给别人很难 没有了播种 怎会有收成 给 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给 是人间和谐的开始 不为负名调语 不为获得回报 不需要一点愁劳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 是你我又无尽因缘 是你我又无尽因缘 给 让人们好运能缘 好运能够 我又无尽因只会 好运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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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